出汗越多越失眠爱出汗还睡不着一个要不仅止汗还调失眠 你知道吗出汗多和失眠睡不着可能是一个原因引起的 中医认为出汗太过会耗血伤羊 而多汗有一种正形就是气虚不能顾汗引起的 气能生血气虚不仅会导致多汗 还容易导致血虚 再加上汗血同源出汗太过 又会进一步加重血虚和羊虚 同时汗为新之夜新主神神安则昧当心血虚不能滋养心神后 这种失眠的通常以睡不安稳为主总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 并且半夜容易醒或者睡觉前控制不住乱想 平时整天感觉很累有气无力的 但躺到床上就算困得脑袋发紧眼睛干涩思绪就是很清楚 怎么也睡不着 并且脸上没气血嘴唇颜色淡 脾胃也不怎么好舌头颜色就是蛋白为主 所以如果你总失眠出现了上述症状同时还爱出汗的 那只需要补足气血就能解决多汗和失眠的问题 这种比较适合方济龟皮汤加减 因为龟皮汤不仅可以补气血还能安心神 强脾胃 脾胃是阳气生成之源 当气足了就能顾汗血足了心神得到滋养 就不会失眠 如果气虚出汗严重的可以加一些补气顾表止汗的药 这样调理会更方便 而中程药对应的就是龟皮丸 不过我建议如果真的属于这种症型 想要调理最好是显用方济 毕竟虽然汗多好伤心血 但多汗除了气虚外还有其他原因 方济的话更方便根据自身情况加减调理用药 但中程药的话可能就需要搭配了 总之具体如何看个人只是如果拿不准自身情况 就及时线下就诊不要盲目跟风 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